Zoeva Blanc Fusion Zoeva的最后一代 春装了 结果Zoeva貌似整个品牌方针大改 只留下刷具等少数产品 其他项目停产 所以包括J盘在内 热门的南瓜盘 还有可可盘 也都全部都下架了 长距以来 我还蛮喜欢Zoeva的配色逻辑 知性又带有浪漫和趣味 对于这个结果感到有点伤心 然后辛苦写完四季系列 却停产又更伤心 不过画粉嫩嫩的春装 还是很开心 如果也能在配色上 带给大家灵感就太好了 春天配上水润光泽的妆效 当然很适合 像是露水一样 会带给人新鲜的感受 但这次我想要强调 像花瓣一样 粉嫩柔胶的质感 柔软然后带油细毛似的印象 所以这次的春装 选择使用妆效 稀嫩的雾面唇彩 底妆也不会使用光泽感的打亮 另外很怕眼睛肿的话 可以在眼头或眼尾 或是都加 加上一些阴影色增添收敛感 不过春装我想要保留更多明亮的气氛 所以上眼皮就尽量留给黄色们去发挥 底妆结束以后 脸颊先不要压上蜜粉 使用Too Cool For School的眼颊蜜 01在脸颊 苹果肌上画上圆形的腮红 01是一个浅浅的温暖的米肤橘色 带油些微黄色调 非常衬眼影的色彩 质地与妆效也很像花瓣一样 柔雾滑顺 相当符合这次的主题 另外它拍干以后不会位移 戴口罩的日子也很适合使用 唇颊蜜结束后拍上蜜粉 然后用雾面的白色或是粉红色打亮 混合Roman的腮红03 刷在脸部中心靠近眼下的位置 能营造出害羞的少女气质 一点点的紫色调也可以增加春季的透明感 用冷色调的打底色 略微在眼窝和下眼尾 卧残阴影等处清刷 这一部可以当作等等要晕染的参考 对晕染很有信心 或是想节省时间的人可以略过 怕眼皮肿的人可以用Dray in a Box 或是Question of Taste 来做这个步骤 比较能强调深邃感 用鲜明的黄色在眼窝后半部压上颜色 这十边界可以不用处理的很仔细 蓝脸再晕染 用活泼的金黄色在上眼皮的前半部压上颜色 眼中的地方最为饱和 要不要带到眼头因人而异 我想要表现比较清新的感觉 所以眼头保持空白 用Question of Taste 做一个暖调的阴影色 在下眼影后三分之一描绘眼线 越靠近眼尾越粗 可以稍微修饰有大的上扬眼型 如果喜欢圆眼的话 那就在靠近眼中的部分画粗一点 用活泼的金黄色在下眼皮 睫毛根部前三分之二处 描绘如同黄色眼线一样的眼影 用Question of Taste 在卧蟬阴影与步骤五的眼尾阴影 稍微晕染衔接 如果没有想要强调很饱满的卧蟬 可以省略这个步骤 上下睫毛尽量夹翘 营造花开的氛围 不需要刷得太浓 整体会显得比较清新 Kiss Me这款睫毛底膏是蓝黑色的 其实不仔细看不会发现 而且这次是春妆 增加一些多元的颜色 也很适合很可爱 将Romane的Zero Velvet 唇釉01点在唇中央 用棉花棒或是刷具晕染开来 唇峰与嘴角化得圆润饱满一点 腮红眼影都很轻柔 所以裙彩选用大胆一点的明亮红色调 以下就能带出好气色 Romane的Zero Velvet 唇釉01其实不是正红色 参入一点点白色 比起一般的红唇更为年轻少女 还带入一点点的鲑鱼色调 能够衬托黄色眼影 加上质地本身的柔雾感 能够展现十足的花瓣唇妆 大家好 我是尤达 今天背景是KK 嗨 我再来介绍我的指甲尤达 这次用的指甲尤达是这几支 新买的Mail Holiday的下日的系列 是牛奶系列 然后可是我没有买牛奶颜色 本来是买了这几个可爱的粉嫩的颜色 有啦有买一个浅蓝色可是这次没用 超可爱的 特别是这一支 这一支就是有点珠光的白色 有点像米白色吧 黄色比较好火喔 然后你可以看就是它跟白色的对比 就是应该不会想说它好像蛮白的 然后当你跟真的白色比在学书 你就会觉得它好融合喔 而且还有一点点珠光 都很可爱的 在蓝的时候很清爽 对呀 另外这两支 而且有用过的 粉嫩的黄色 然后跟这个白色 就是这样子 iT也会更新 那个 我爱的粉嫩 我的方便 新趣感还是可以去点点看喔 拜拜 拜拜